高的位置 掃到了中外方向 岳振华向後退 再向後退第七場 怎麼說著說著就出現了 雙響炮 本季的第四轟 而且四發全力打 通通都是陽春彈 生涯第七次的單場雙響炮 出現在了花蓮棒球場 而且他連續兩個打擊 哇這個壓力又要丟給陳潔憲啊 跳舞 這個今天到底是發生什麼事了 而且這是挑戰最遠400英尺的位置 飛過去 那因為今年不跳舞了 所以安可可以盡情發揮了 原來 他們因為要跳舞 所以沒有打好 因為解除封印是這樣子 它很成功 看下 是 三星